慌念了慈悲的基础 万年在我身之前 带着重病完成了一步驻足 进修节药方保门谈 真正可以说的是 老居使佛一生 念佛一生 最后的心得报告 非常有价值 它的价值不在无量受尽之下 这个就是报佛的神度 刚才谈到法身 已经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名字 这说单题 虽然他说法通法身流通报身 就谈报身的佛和他的图 这一拜就是拜圆满报身所居住出 从法身流言出报身 这个报身 这是在菩萨地位才能见到国的报身 这个报身所居之处 那是十报状年度 最后的 十报状年度 报生活都在十报庄年度 他这个报身所居之处 永无重苦 诸难 恶趣磨脑之名 这个地方 永远没有 所以他不但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叫苦 什么叫难 什么叫恶趣 什么叫磨脑 连这个名字都没有 所以基罗世界有很多鸟 那个基罗世界怎么会有鸟 鸟不是畜生吗 地土尚无三恶道之名 何况有识啊 人名字都没有 怎么会有识啊 那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嘛 所以基罗世界 没有这些苦难过老之名 也没有四十 寒暑以民之一 一天啊 这个四十啊 时间啊 有冷啊 有热啊 有下雨 有阴天啊 这些的变化 所以永远是 这个温和 晴朗 这宽广平正啊 非常广大啊 你去多少人都不容纳不下啊 十方的佛国都劝他们的国的众生都去基罗世界 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往生啊 但是他这个没有说是 这个地方容纳不下了 客满 没有这个事儿 多少来都可以 无足 这是无间大 平正 极乐世界是平的 没有山 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精流集团 高山大 大大大越 都没有 但是这个 心静就佛土静 心平就世界平 人心要平等 世界就平等啊 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高山深谷 都是平的啊 但是圈 圈池很多 他不是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京朝骇浪 但是他有好多这个圈池啊 就是池子啊 这个流泉啊 啊 这个这个小 低流啊 围绕你这住的地方 外头就是 就是有莲花池啊 这个发工得水啊 极乐世界的水可以从下方上流 就围着你的房子流上来转圈 不是那个喷泉 喷泉很不自然 啊 咱们这就是 所以这个水只能向下 它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向上 它没有地心犀利了 这为什么不能向上啊 您在太空里头 它就要这样 它就飘起来 啊 这个 微妙其力 极妙啊 我极无 微妙的 妙的 你无法说了 啊 粒啊 美粒啊 这个粒是出奇了 啊 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所以这个就说 极乐世界 因为阿弥陀发的愿的时候 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就想 得到一个国土 超越十方 嗯 我可以不可以 不是可以的 人家发什么愿都可以实现的 啊 那么这个 把的一切国土给他看了 他总结 后来对他蛮成就了 所以他这个 得到的果实也是如此 啊 这个微妙其力 等等的 超超越就是超过了 啊 越越越越超越越过 十方的一切世界 啊 这是一个十方 高庄年镜头 这是暴胜不出去的 啊 啊 这个没有一切恐怖 恶难啊 他就要是一个大评ading 啊 rem 啊 pH 要是一个大评 rivers 。 谢谢大家